殿下 那君儿还行吧 有用 你怎么会被捕先知呢 当今之事 和珅这棵大树是太大了 那风一刮 就能看见它往哪边倒 昨个晚上皇上 在御书房一召见 它就慌了神了 那你怎么知道 他说些什么 送些什么礼物呢 殿下 臣与和珅同殿微臣那么些年 兵炭不同颅 较量了何止是一百个回合呀 他那点品性我可是太知道了 那我如何处置这些金银珠宝和美女呢 我说殿下 不收 白不收 对 赵丹全收 多谢殿下 多谢殿下 赏光 多谢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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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大人 您是本朝重臣 何罪之有 殿下有所不知 昨日皇上召见老奴之事 老奴曾经禁言暂停善位 对皇上这是有意为之 对殿下却是无心无慢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弥天大罪 但老奴的确是出于一片重心的 况且老奴实在是不知道殿下您就是皇太子 如果老奴早日得知的话 老奴定会干冒对皇上的不忠之嫌 极力称颂皇上 辞心慧言 选中殿下做皇太子 这话老奴不仅今日这样说 记得十年前在石宫宣府 老奴曾经见过殿下 殿下目光如炬 两耳垂间 天庭饱满 地隔方圆 龙行虎步 沉默寡言 老奴当时就曾预言 他日继承大同哲 毕殿下也 今日 果然应了老奴当日之所愿 老奴从心里确信 最好 大清一定是盛世皆盛世 明君即明君 千秋万代 国泰明安 国泰明汉 国泰明安 既是处于忠心 那就不要放在心上了 何大人 快快请起 多谢殿下 快快请起 多谢殿下 多谢殿下 那老奴就到此了 请 好 皇上 奴婢没有叫错 这声寒只是提前了几天 正月春元旦 您不是就登上宝座了吗 来人 把小姐也领到那院去 好 好 殿下 和珅是最精于此了 不论是帝王还是庶民 最难抵御的 是美女之妖野 金银珠宝之光亮 是啊 这么多贵重的礼品 怕是和珅 把他家产的一半都献出来了吧 不不不不 只是他家产的九牛一毛啊 这么说和珅是富可敌国 何止是富可敌国呀 柳雍 臣在 我素质你的忠心可照日月 能否对我说几句实话 殿下 能否免臣一死 我现在还是个亲王呢 那明年春正元旦以后呢 对你我只记公 永不论罪 殿下 陈刘雍从不要功 只求罪能免死而已 放心吧 刘雍 一言九鼎 殿下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请直言 我就先给殿下交一个国库的底 每年除去开支 年终国库的结余 只有二百多万两 二百多万两 二百多万两并非黄金 只是白银 那和珅的家产呢 和珅的家产 举臣多年征训所致 和珅的家产 是国库年终结余的四百多倍 四百多倍 四百多倍 四百多倍是多少 四百多倍是九万万两 四百多倍是九一两之数 九万万两 正是九万万两 和珅那和珅 九万万两啊 四百多 slaves 你刚刚再临 galax 四百多倍是正质姐连 百多倍的是大幡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thlet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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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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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父皇 我怎么觉得那场宫灯挂歪了 迷歪啊 诸位爱卿 我怎么觉得那场宫灯挂歪了 你们看看 坏太上皇的确是歪了 对 是歪了 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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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眼 你现在再看看 父皇 儿臣也看出是歪了 何爱卿 你去把它拨正了 这 太上皇 往哪拨 你不是看出哪歪了吗 是 那在这就去拨 你不是看出哪个银子 我可以把银子拨取来 看出哪些呢 你能看到我 你不是看出哪个银子 那你能看到哪儿 我可以把银子拨上来 那一把银子拨连 而是 你能看到银子拨过来 我可以把银子拨过来 你呢 你会把银子拨上来 回太上话 奴才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办那盏灯播正了 好 好 这下好了 皇儿 父皇 你看看现在是不是正多了 儿臣现在看出是正了 刘爱卿 朕准你知事还乡了 悠悠 还不谢恩 谢太上皇 皇上 恩典 下去吧 都下去吧 退朝 刘勇 那河大人没走你怎么先走了 我说 刚才皇上已经恩准了老朽的辞朝本章 你们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是的 下的殿来 我已经不是官 而是一个老百姓了 只有诸位王公大臣们 才在乎何大人他高兴不高兴自己公顺不公顺 给何大人占班的是高官大臣 何大人他才不在乎一个大尔的老百姓是不是公顺 大尔的老百姓也就不在乎对何大人他公顺不公顺 他高兴不高兴了 刘勇啊 刘勇 这个时候 我不会跟你计较了 何大人肚子里能撑船 我只是想问问刘大人就这么走了 你我同殿为官几十载 你抽冷子这么一走 我心里还怪空的晃的 今后我在跟谁斗着玩 以后自个儿给自个儿玩 玩笑喽 何大人说句正经话 此去返乡路途遥远 盘缠够吗 不够的话 何某奉送几百两银子 不必 不必了 谢谢何大人的好意 这人之不同啊 这路是各有各的走法 锦衣还乡 八台大教 前呼后拥名罗开刀 福道周县各籍迎送 流水宴席宴席流水 虽然说是地方官员的孝敬 可是我也得有所开销啊 光给下人的银子赏钱 那就不下是几百两了 这我可是活了不起啊 那刘大人 那刘大人打算怎么个走法 老驴一头 捕人一个 青装为福 隐姓埋名 荒村野店投诉 鸡鸣抬头看天 白宝串钱也就够了 好 如此看来 刘大人这些年也是真够清苦的了 不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奏命圣上 给刘大人在京城修一所宅地 供您一样天年 不 不 不必了 何大人的盛情 我在这里多谢了 老朽回到乡下 耕读为乐 诗书传家 粗茶淡饭 豆腐菜根 苦是苦了点 可是跟何中堂的前程比起来啊 那可就是一个上天堂 一个下地狱了 刘庸啊 刘庸啊 刘庸 这么多年 你总算悟出这个道理来了 刘大人 既知如此 何必当初啊 想当初 你我二人如果同心同德 齐心协力 那么此时此刻 你我不同在天堂之上了吗 哎呀 何大人你误会了 误会了啊 我刘庸 要是跟何中堂您同流何乌 那就不是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了 而是双双下地狱了啊 而是双双下地狱了啊 可笑啊 真是太可笑了 没什么可笑的 没什么可笑的 何大人 你还记得咱俩打的赌吗 我当然没有忘记 那就好 咱们关于天堂地狱的争论 就等到那一天 哪一天 就是我站在大狱牢门之外 和大人您站在牢门之内的那一天 你站在牢门之外 我站在牢门之内 对 你想得倒霉 行了 柳庸 至今为止能关我河山的牢狱 还没盖起来呢 是吗 行啊 船当是你的一个梦想吧 你孤望言之 我孤望听之 谁让你混到如此这般田地 我宰相肚子里能乘船吧 老兄我一生不爱梦想 我知道在梦中是搬不到你河山的 这一点我是太清楚了 不管在哪 不管在什么时候 要想搬到我河山 比等天还难 是 因为你通天 对 你说的太对了 我就是通天 我就是通天 正因为我通着天 所以决定我命运的是天 而不是你刘庸 除非天塌了 但是现在 你的命运 却掌握在我的手里 万一有一天 我失去了耐心 不留神这么一面 你可就碎了 没那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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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住了 何大人 没了 走着瞧吧 您哪 刘庸 自打老爷子喝了那酒 这么些年来 一直晕晕糊糊的 如睡如梦 连句整话也没有 简直就像 老爷 嗯 今儿个皇上 恩准了你 高老还乡的奏本 是 这下好了 再也用不着 整天的 被你提心吊胆了 是 是 老爷 我真想带着老爷子 跟你回山东老家去 过几天清静日子 夫人所言 正是我所想的 咱们做晚辈的 理应考虑得周全一些 我刘庸入朝为官 几十年来 两袖清风 从没拿过人家 一两位心钱 如果不是老泰山实实的街际 我刘庸恐怕 撑持不起这个家来呀 山东老家历来贫穷 我可真是不想让老爷子和你呀 跟我一起去过那个穷日子呀 给我的乃书 让我 Relations 一会儿 你先在京城 边服侍老爷子 边等着 我先行回山东老家做些准备 到时候 我亲自来接你们父女两个 还有烟翠他们 过去如何 老爷 就照你说的办吧 好 老爷 陕西多多唐宝梁求见 快快有请 快快有请 我先回避一下 好 刘大人 多人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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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来请坐 不客气 请坐 您是西客 泡茶 此次进京宿职 听说皇上已恩准你告老还乡 是的 所以顺便来府上看望刘大人和老王爷 怎么样 老王爷现在还好吗 还是依然如故 我去看看他老人家 不用 他出去遛官去了 刘大人 我此次进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奏明朝廷 传闪一带 老爷子回来了 老太爷回来了 来来来 您这儿坐 您这儿 老爷子 老爷子 陕西都督唐宝梁来看您老人家了 陕西都督唐宝梁来看您来了 唐宝梁 就是挨您打的那个唐宝梁 弄了一身鸡毛的唐宝梁 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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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咱们走 好 您往这边来 往这边来 对 好 您坐 往这边来 慢点 老人家真是的 是啊 唐大人 您刚才说西北军情情况紧急是怎么回事 先别说 老爷子 老爷子在那儿呢 老爷子 他耳朵被听不见 一年也说不了一句整葫芦话 现在就是火上王了 也难惊动他老人家了 您就说吧 说吧 不去 不去 传闪一带白莲教闹得很凶 朝廷方面似乎懈怠得很 传闪白莲教 您再说一遍 白莲教兴师动众 有十万人马 我照顾着 我不要 不要 老爷子 不要 老爷子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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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点劲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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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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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你别不是在骗我吧 你人怎么说话呢 骗你有我什么好多 你咋不是骗我呀 我这条贬单呀 已经送过许多进京出京的官员 还没见过这么窝囊的宰相 就是一个欺贫小这么官啊 也比他有派有威有钱 我跟你说呀 这人不能冒相 海水不能斗粮 他老话说的对 这包子有肉他不在这儿上啊 您这话说的对 倒还真像宰相府上的大总管 可是老哥我是个粗人 牛眼不识泰山 可是我这肩膀头啊 是再领不过了 这分量啊 有多轻多重 我知道 即使是个砸了饭碗的清贫浴室的小门官 也称个十条八条的 这挑挑啊 都能压得你一路上 屁绷得跟放鞭炮似的 您这挑的好 清实 我跟你说呀 这人跟人不一样 我们老爷呀 是大大的清官 清官 俗话说的好啊 三年清之府十万雪花银 压根就没有清官 何况像您说的 老爷他两任之府 又高升到巡抚总督 还主政过户部公部 三任吏部上书 了得既是高官又是肥差 怎么就这样您不记得回老家了 老爷 进了家门见了儿孙 拿什么做见面礼 我们家的儿孙 他们不要见面礼 这可难说呀老爷 您要是进了家门见了哪个孙 少爷他要见了您伸出一双小手 他说爷爷您从京城里给我烧的金元宝呢 我看您的脸往哪儿割 往哪儿割 往裤裆里头割 您最好 您的风格 你不是地进来 假决了 全都逻辱了 都做片刻 不知你能不能闪光 我诸仆与小娘子素物相识 还是不打扰了吧 不打扰了 还得赶路 老爷 老哥 老爷这么大岁数了 还命犯逃活 看来这运起来了想逃都逃不脱 少胡说 老爷 谢谢小娘子的好意 我主仆还得赶路 就不打扰了 先生啊 不必客气 先生 歇息片刻再早也不迟 不必了 不必了 要么是老爷眼花了 要么就是糊涂了 这么漂亮的小娘子盛情挽留 老爷怎么不下旅 你怎么那么多的事呢 老爷 您刚才不是说过走累了吗 是的 说过 那您就听小人一句话吧 说吧 既然这小娘子如此真情 收骨 这缘分是天定的 我的这头驴呢 也该啃几口草了 咱们几个人 也该喝几口水了 对对对 contrat 您就下来吧老爷 下来吧 愣叫我下来 可不是嘛 还是小哥说的有理 先生请 不 不是先生 是老先生 先生您太过谦了您 您还不老呢 是吗 还硬了呢 还硬了呢 先生里边走 请 来来来 张成 把梨拴上 我把梨拴上 就说那边去 等着去 先生 这儿走 拴那儿啊 过来一块过来 好里边坐坐 老爷 先生 都喝口水 谢谢小娘子了 先生您慢走 好好好 里边坐 不去了 好 有个读书的 里边不去了 就在那儿坐了 有个读书的 声称的 有个读书的 再喝知酒 看得好 乡一尸 乡兄弟 亲号秀 有个读书的 快跟茶 小哥 好 太高了 老爷 οι 章城啊 宝儿 来见过先生 喝茶 先生 起来起来 老爷老爷 这地还有点不平 宝儿 见过这先生了 看见了 发好看吗 喝吧 不好看 宝儿 以后读书啊 可别趴在桌上了 时间长了 久而久之 就跟这位先生似的 成了罗官了 连个媳妇都逃不着 胡说 放肆了吧 小儿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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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小儿啊 这令堂说得极是啊 这勤学苦读是对的 这书生啊 是战要有战相 坐要有坐相 进过关帝庙吗 嗯 那官老爷秉竹通宵达旦 读春秋是个什么架势啊 哎 对对对 啊 这个圣贤哪 就得有个圣贤的架势啊 那我呀 我这个罗官呀 并不是从小就养那坏毛病养成的 这我入朝为官以后啊 我可就是越发的驼背了啊 哎 听我说呀 在皇上面前呢 官屋大小 三跪九寇 那就不说了啊 啊 那个腰啊 那个腰它就从来没有站直的时候 是不是 啊 是 是 我说小儿啊 小儿 这娶上娶不上媳妇啊 不在那驼背不驼背 你看见没有 这驼背 是驼背吧 是驼背 啊 当年呢 我娶的那个媳妇啊 那可是有名的大美人的 如花似玉啊 啊 许是没相亲吧 怎么没相亲呢 岳丈看了 他也亲眼看了 哈哈 那他们眼睛没毛病 一点毛病也没有啊 那就是没人哪 又一张巧嘴 不 哪啊 那没人话 还是我教的呢 哈哈 是吗 不是啊 我岳丈的家后面有一条街 我跟那个媒妇说呀 我说你就跟我岳丈说 啊 就那个刘某人 就那个刘 就那个姓刘的年轻的人 明天傍晚的时候 要从这个街上路过 是打击生回来的 你们全家呀 就站在窗户口 就能看见他 到了第二天傍晚呢 我就从街上回来了 身上背着个锅 还背着锅 这媒妇就跟我岳丈他们说了 说你们看哪 看那个主就是刘某人 他还背着个锅 嘿 他背锅 嘿 你说他背锅干什么呀 我岳丈说了 没事 那背锅怕什么呀 我岳丈他说没事 就这么地 我站在当街上 还把脸往那窗口这么一转 我要让他们哪 像像面 那时候我比现在年轻 那脸如满月 是眉清目秀 不像现在这样 那时候比现在漂亮 一香就香中了 二话没说 当年夏彩礼 第二年迎娶 就把方圆百里之内的那么一个美人 给我娶回来了 老爷 这是说笑话 他是下棋营的 成亲以后呢 成亲以后 我岳丈一看我是个罗官 就不答应了 去找那没人讲理 那没人说了 说那会儿相亲的时候 说我指着你们的成龙快叙大声的吆喝 说看哪 看那个刘某人 那个主 他是个背锅 你们都说没事 背锅怕什么呀 我还得跟你说了 这个背锅呀 在我们的家乡话呀 他就是罗官 知道不知道 知道 那没人才有理呀 他说我说 他这个背锅 他就是个罗官 你们说没事 哪怕什么呀 这下好 木已成重 生米煮成熟饭了 你说什么吧 说的我岳父大人呢 是哑口无言 不是 是夹人 好了 不要傻乐了 茶喝够了 好 谢谢了 谢谢你的茶 先生 得赶路了 好好笑 好好笑 我眼镜呢 眼镜戴帽子里头 找着了 眼镜戴帽子里头 先生慢走 回头了 回吧你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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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你看什么不读书 好好读书 只洗腰了 乔书 君子 好 求 嘿 嗨 年的 对